魁威十年 黃色小鴨重返高雄 市府跟計程車隊合作 宣布高雄燈會限量活動 現場計程車不但貼上了可愛小鴨的圖樣 還排列成石歪的字樣 象徵雅彎十年 那麼市府也提前預告 燈會期間只要搭乘計程車車隊 就有機會領取限量小鴨帽 黃色計程車一字排開 排列成石歪的字樣 象徵雅彎十年 但仔細看車身圖樣更是引人注目 貼上知名畫家設計的 可愛黃色小鴨圖樣 睽違十年 黃色小鴨將重返高雄 這回市府也和計程車隊合作 在高雄港集合計程車搶先兩項 可以看到在後面 現在這次閃電的元素 還有新的logo 受到很多民眾跟司機大哥的喜愛 沿路當然也被民眾注意 不只深受大人小孩喜愛 連外國籍遊客也被療癒一波 韓國籍的遊客 然後他看到我的車身 然後來跟我詢問說 這個是什麼活動 小孩會就是在看到小鴨 會覺得很開心 黃色小鴨將在27號重磅回歸愛河灣 未來小鴨計程車將增加到300台 在街頭巷弄驚喜現身 也宣布高雄燈會期間 只要達成就有機會領取可愛小鴨帽 而沒輛計程車限量100頂 把小鴨再回到高雄 主要是要讓所有全台灣的民眾 見證這10年的高雄亞洲新灣區的一個蛻變 在市府的努力下不只鐵路地下化 輕軌動線成員 捷運也將在天皇線 傳統產業轉型 這回小鴨風潮再度襲來 10年來的蛻變 要讓民眾感受港督魅力無限 小黃小鴨歡迎大家 這個高雄燈不打